AOC dice 攝影機留言 QTR NOTORIUS 馬erez乃 晚安 大家好 小師哥看好鴻海電動車 對那天我有看他上 好像是10月16號嘛 郭董生日那天發表的嘛對不對 天秤座有沒有 郭董天秤座 小師天秤座 京城武什麼天秤座 還蠻帥的耶車子看起來蠻漂亮的白內裝這樣有沒有 沒有那個等多一點人買多一點上路 之後我們再觀察一下 其實我是覺得這樣喔我自己買東西 不一定是東西本身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除了看他的品質以外還要看他的售後服務 賣的人有沒有認真要 做這個事情 他如果真的很認真要做他應該要著重在售後服務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這樣我覺得大家至少說我買了不會被當孤兒 我不會覺得我買了回去修車被敲詐 我不會覺得說這個求助無門 我覺得東西是其次 尤其像這種 他新興的 產品新興的產業 因為他本來不是做這個嘛 那現在要去做這個東西我覺得 其實要觀察的應該是我剛剛講的 那品質當然也很重要 大家因為也不想要買新來的東西 會一直壞 可是如果你要支持這個 台灣這個 自己做的東西 那要看看他們是不是給我們好的售後 我覺得這就比較重要 其實我們也是一樣嘛 我覺得這個 我自己雖然這樣子在講別人 可是我自己 也是實際上也是這樣在做 不是小事的二手都不會壞 風險低嘛 風險低萬一你媽的運氣不好真的也遇到了 有時候我都覺得 客人買二手車 有一些問題回來找我們 但是 他們會覺得好像是 我給他的東西不好 可是有時候你忽略到一點 這台車不是我做的 他有可能他的問題是他本身車子就會有的問題 或者是說 就有可能會出現的問題 很多客人回來會覺得說為什麼你給我車有這個問題 可是 我們在檢查的時候 跟交車之前的 電腦的連接也好 其實都沒有這些問題 那他為什麼會 現在冒出這個問題有可能他是 第一個有可能這次的同病 第二個有可能剛剛好 就是在你的這個時候發生這個問題 但我就無所謂啊 這我常跟消費者講 我說 其實有時候 我知道東西壞掉 感覺不好嘛 小事我才跟你買一個月 怎麼又有這個小問題 又那個小問題 那我覺得說其實你 還能夠跟我們的服務人員 甚至跟我有一個良好的溝通的管道還可以對話 那已經算是你跟小事汽車買的 眾多的好處之一 你可能 有些時候如果你今天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說你今天發生這個問題 如果你不是跟我買 你有可能 你現在找不到人 你有可能 對方不接你電話 你有可能就算對方接了你電話 說不然你幫我告 這就是好財 所以你有可能還在煩惱說完了 我這個告他我會不會贏 你有可能正在寧稿 要發到爆料公社 有沒有可能 有嘛 所以我認為說其實 我們一直都在啊 所以不管 發生任何問題 只要有一個溝通的管道 其實 我覺得就OK了嘛 但我們也不會跟你 推託說 一頂力塞派 那個不會那個都這些 那個耗材你要自己換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 其實就已經 坦白說了 站在我的立場我覺得 真的 算 我覺得這樣講 但站在消費的立場 這樣聽起來不好 可是我覺得真的已經 算蠻好的 就是說我們蠻願意去溝通跟傾聽 並且想辦法去解決你發生的問題 我覺得這樣講甚至說 希望能用最不浪費你時間的方式把它處理好 我覺得 我能給的就 就這麼多 我也全部都給 我有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跟我們買車的人啊 之前 從來沒有在其他二手車廂買過車的 他會以為 我們這樣的服務是合理是正常 其實我有發現有大概一半的 我們的跟我們買車的消費者 其實之前都有跟別的 中古車廂交手過 然後 再來買我們車他就會覺得說 哇你的服務真的超級好 所以這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以後你們交女朋友 以後你們娶老婆 最好是找 這個有過經驗的 有沒有跟人家交往過的 你不要去找那個 剛畢業都沒有交過男朋友的那種 你跟他交往你很累 因為你 所給他的全部他都覺得是應該的 男朋友不是就應該這樣嗎 我鞋帶掉了男朋友蹲下來幫我綁鞋帶 不是正常合理的嗎 我現在 肚子餓 我現在 月經來了 拿個一兩萬 讓我去買熱水喝不是合理正常的嗎 所以我建議大家要帶母 不要找那種沒有經驗 沒有交過男朋友的 為什麼 因為你 變成你就是準則了 你今天教一個沒有交過 男朋友的女生 我告訴你 標準就從你這邊開始樹立了 你現在做的一切 都攸關於下一個人 你對這個太好 你把白鞋帶 真的都一兩萬 讓他去買熱水喝 下一個人就可憐了 好不好 所以我跟你講 各位男孩子們 我們先講好好不好 大家交到這個第一次交這個 沒有交過男朋友的女生 千萬 不要把標準弄太高 因為你會帶給下一個人困擾 這種感覺你知道吧 就很像人家來估車有沒有 有時候我很無聊啊 我們有人來估車 比如說那個車行情比如說50萬好了 那看一看我們覺得 里程數太高有沒有 不好意思這個我們沒有收 他說那這個大概 別的車行會收多少錢 給你參考一下這個一般市面上價格你去別的車行問看看 大概在80萬 你知道嗎 那下一間 報60報70都很難買都買不到 因為 車主一直覺得有80萬 不是講你要賣車你常會打電話一間一間去估啊問啊 有車行就故意報很高 我也不想買啊 我就不想讓人家買太爽 等到你繞完一圈回來找他 我現在不買了 你上次跟我報70 沒有啊那時候我有缺這個車啊 大概就是這種概念啦 好不好 女生買車會有差異嗎 一樣啊 服務一樣好啊 有可能女生的那個 服務更好 真的啦我們服務人員 大多都是單身的狀態 如果這個女性來買車 我們還有專人可以 這個做道路駕駛的教學 甚至說如果教你開車開開肚子餓了可以帶你去吃飯 啊如果是跟你吃完飯呢 覺得說想要去 再開開車練習一下山路 那順便就上山再看一下夜景 對不對OK的好不好 後面就不要再講 沒有女生敢來買車 好不好 後面我們就不要再亂講了 這開玩笑的 這開玩笑的 但是我是覺得 初學者或者是 女孩子來 買車 其實 我覺得蠻建議的啦 這不是老王賣瓜 因為我覺得 你可以什麼都不懂 你只需要來看 覺得這個車的 價格是不是你的預算 車型你喜不喜歡 你跟服務人員講你的需求 你使用的頻率 你想要怎麼開 那他就會跟你講這台車適不適合你 好如果一切都OK 你就可以買 那剩下的所有 不管保養的問題你的車 哪一天哪裡發出了一個聲音你覺得平常沒有的 哪一天亮了一個燈你覺得 沒有看過平常沒看過 等等 那你就找我們服務人員他都會一手幫你安排的好好的 完全不需要懂 我坦白話講因為 你如果今天你是一個老司機你已經買過很多車你對車有點了解你甚至認識一些秀利場這種人 不需要來跟我買車我坦白話講對不對因為你自己有這些資源在 所以我們在做的事情只是要節省消費者的時間 或者是你沒有那麼專業的情況之下然後我們用我們的時間來換取你的時間 換取金錢 那 你如果都懂你就不需要自然你不需要來找小事 我認為是這樣 保騰沙威這台車好嗎 我是建議現在不要買 保騰了 也沒有經銷商了 所以我基本上我現在也很少賣了 我以前 沙威賣很多 因為他是自手牌變速箱所以他會有離合器的問題 修起來其實不便宜 他裡面有抑壓球 他跟C2 血血龍C2的結構很像 自手牌然後 單離合器換檔 然後他有一個抑壓球來幫你採離合器 現在材料越來越少而且那故障率真的蠻高的 那當初是因為他還新的時候我有賣 就10年以內那時候我賣的時候他還是10年以內的車 真的我也修了很多變速箱 離合器騙抑壓棒譜什麼都修過所以 我覺得這個車已經視為的時候我就不賣了 就跟現在我開始不賣Focus2代 Focus2.5代一樣 車他越來越舊我就會越來越少賣 BMW大燈組十幾萬合理嗎 合理啊 柯P應該過一陣子會上片 F4代開始的那個 318316那個算最便宜的大燈了吧 一顆原廠的都要5 6萬 一顆喔 然後 副廠的 中股的都大概要兩三萬 你如果等級再高一點的BMW 十幾萬很合理啊 小思如何克服不自信的心理狀態 聽你以前也是過來人 沒有啊沒有人生下來就自信的啦我說實在的啦 自信跟不自信的拿捏點其實 有點困難 因為你一不小心就變自大了 但我覺得是這樣啊 我們人還是有一個謙虛的心啊 然後 試著讓自己去 發現一些優點 不要老是看缺點 我有發現有一些人 他習慣性看待一件事情 或看到一個 東西 他只會看到缺點的部分 對啊試著去發掘自己的優點 每個人都有優點啊 你沒感覺嗎 我覺得這就像我在看車子一樣 我覺得這是我從我看車子的眼光上面來 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小思每次這個 拍車子的影片 然後都在講車子 好爛喔 這邊這邊很爛 那邊很爛 可是喔 很多人大部分喔 我跟你講 車主 他如果看到我在嫌這個車 他當然他看到的就只有我在嫌他車的部分 我們隨便啊 我們再舉最 最有名的 Centra或 特斯拉好了 大家都會放大說 嫌的那個部分 可是 我的認知是這樣 沒有一個東西是完美的嘛 所以這個 應該是說 在你 發現 缺點的同時 你還 還要能夠找到優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家都忽略這一點就是 為什麼我把一個車子講的 這麼爛 我還賣得掉 不覺得很奇怪嗎 我覺得那個原因要歸咎於說其實我也同步的有把優點也說出來 所以 自己去評估嘛有些人在我眼中的缺點 在別人的眼中不一定是缺點 你譬如說 對不對現在有一個女孩子 在別人 跟別的男人交往的時候都得不到滿足 那別的男人就說你這個我告訴你你一直 你那個 對不對 現在不要講這個18禁 可是當這個女生來遇到像我這種size的時候 搞不好剛剛好 哪有一定缺點就是缺點沒有吧 優點也不一定是優點好不好 小思哥韓國車進步很多真的不考慮賣賣看嗎 這句話我20年前就開始聽了 韓國車現在很進步了 韓國車現在很棒了 韓國車現在已經贏台灣了 台灣連車都做不出來 我跟你講這就是在賣韓國車的人在講的話 你懂嗎 你今天你走進了一間韓國車展示街賣新車的 你覺得這些話 會不會從那些要賣你車的業務嘴巴說出來會 一定會 你看現在韓國車做得很漂亮 你看現在韓劇也拍得很好了 你看現在韓國 K-pop 所以這些話我真的從20年前他們在賣雙龍 在賣什麼Key 在賣台塑大宇 在賣現代那時候 就開始聽那些話 一直聽到現在20年過了 依舊 都還是聽到這些話 韓國現在很棒 韓國現在很進步 我覺得 你如果 你覺得信你就信 旅行車跟休旅車現在市場上哪個 我覺得各有各的好 可是我發現旅行車好像 路上沒那麼多 我怎麼覺得還是以休旅車為大眾 我覺得有可能是車高的問題 我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高的車子如果需要載一些爸爸媽媽年紀比較大 他們膝蓋沒有辦法彎曲 或用力的出力發力站起來的話 你如果用高一點休旅車 可能會比較方便他們上下車 我覺得有一點點這種原因 但是坦白說休旅車真的開起來 才會比較容易彈跳或是晃 所以有些人也許他為了要那個空間 因為現在流行露營嘛 所以他又不想要那麼高的車 又想要稍微 底盤低一點 然後貼低一點 他就會去買旅行車 可是這個 目前在市場上 你路上這樣整個看起來 還是屬於少數 也有可能是 其實新車車廠出的旅行車款 也沒有那麼多 大部分的車好像也是以這個 Satane為主 或是雙門的休旅車為主 應該是這樣 今天沒什麼案例 這個禮拜大概就遇到了一個 案例是說他 去車行付了一萬訂金 他說要幫我這個 送件看看什麼 那現在這個 沒消沒洗 打電話給業務也不接 請問我這一萬拿得回來嗎 他是這樣問我的 那 我當然我會覺得 我就問他說你有沒有簽合約 他說連合約都沒簽 我說那你可能要再找找看人 大概就這樣 老人家膝蓋要車身高又要小車 有啊 CUV啊 或是SUV有小型的啊 對啊像現在的那種 HRV那種就是了啊 或者是那種 Ecosport有沒有 那個 福特的那種 小型的 或是Vitarra Vitarra現在其實也不大台啊 烤耳壞了一支 是全部都換比較好 那火星塞是不是也跟著一起換比較好 火星塞是肯定要一起換比較好啦 那烤耳的話 我之前都是建議 朋友這樣 壞一支你就換四支 那三支好的你留下來 等到未來你這上面四支 這個開始舊了之後 那又壞一支了你就可以把你 備用的舊品拿出來用 會加滿油是在加油站旁邊 沒有啊我從以前沒有在加油站旁邊 我交車一律都是加滿油 沒有這我常常在講一件事情喔 我在沒看過的朋友我就 再分享一次好不好 我交車油加滿是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老是 我們去買新車的時候啊 交車油都是見底 我真的覺得 很奇怪 然後我還遇過什麼你知道嗎 業務新車油幫你加滿 然後交車的時候啊 尾款單上面有一個 加油 1380 像買遙控車給你遙控車 可是他沒給你電池 電池要另外自己買 你們有沒有在 網路上啊買一些電器用品 然後我很開心打開準備要用 結果沒電池 反正我就覺得 那感覺很不好啊 不知道啊 我覺得我買一個 780萬現在動載 新車吃100萬 結果油上倒在交車 我覺得很奇怪 他們的說法是這樣啊 他說因為現在 客人都殺到見骨 殺到見底 我沒有錢幫你加油 不然反正也許是真的吧 但我是覺得這個 公司應該如果要提升服務品質 應該是要 幫業務支出一下 還不錯啊 小事後最近有在考駕照 有推薦大學生開的車嗎 希望那10萬20萬之間 蠻喜歡focus的 我坦白說我建議大學生 要我 跟你推薦的話 你就是找 Toyota的車就對了 好 Vios Artis那種就好了 好吧那個就在你預算內都買得到 那蠻喜歡focus 我是覺得 有風險 我覺得你現在喜歡的東西 你不一定要馬上追求到他 對你先這個 讓自己儲備一下 自己的實力 以後有的是你喜歡的東西可以買 真的這是一個過來人給你們建議 就是有時候 讓你在很年輕的時候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不一定是好的 我實際上覺得雖然我也沒有得到 有啦我算嘛 我年輕的時候退伍沒多久 我就很想要買K8我就買了 我覺得完成我的一個夢想 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 那K8讓我修到破產 薪水都花完都沒有錢 身上都沒錢 還刷爆掉 那我會覺得說 那 夢想達到了又如何 對不對 輸了你贏了世界又如何 輸了你 好怪 小師會自助加油嗎 有時候會啊 我如果看到那個別人家在排隊 自助加油的沒人 我就會自助加油 我的人 我很急性子 我到加油站我如果看到排隊 我就找沒排隊就對了 你不要看有些客人喔 油箱蓋在左邊或右邊 會影響他的購車決定 你信不信我上次遇到一個消費者就是這樣 他說他以前開替打的時候油箱蓋在右邊 就不用常常這個 排隊去加油 因為右邊的車子比較少 油箱蓋在右邊車子比較 通常都是美 美歸歐歸的才會比較在右邊 那替打當時 應該是這個 跟雷諾有一點關係我記得 所以他的油箱蓋在右邊 所以他開替打的時候加油他很爽 後來他換Kix Kix就是 在左邊 他就覺得好煩 他每次加油都在排隊 所以他在下一台車他就要找油箱蓋在右邊的車子 大概是這樣跟大家分享一下 創業到現在壓力最大的是什麼時候 應該是在 剛要從舊的地方搬到這邊的時候 整個 經費完全是不足的 因為我租了一個 超出我能力範圍的地 而且那時候剛好 生意也沒有那麼理想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我幾乎把我的 東西都變賣掉了 包括我所有的手錶啊 包括我那時候我開的一台 手排的 賓士A250的車子 看比較久的 粉絲應該知道那台車子 都在那個時候 全部都變賣換陷阱 為了支付這個新場地的建設費用 然後而且剛搬過來也沒那麼多車 所以 你問我說壓力最大的時候 我唯一能想得到的 應該 最近的時刻 我覺得是這個 真的啊那時候 慘到要借 借高利貸 那個不是亂講 沒有開玩笑的 很慘 不過我沒借啦 沒借啦 就好險我們做人還不錯 周遭一些朋友有幫忙 有這個 平安度過 不然也沒有現在我嘛 這是我剛剛講的嘛 我那時候沒過 現在就拍台版 魷魚遊戲啊 是不是 我現在可能就在直播 沒有東西 也有可能 都不一定啊 現在還看得到我在這邊 代表應該是過了 所以呼應剛剛 這個分享的 真的就是 往前看就只是一個 過程 所以 如果你今天你 當下正遭遇到難關 要記得 終究這件事情是會過去 這樣就好了 小事有賣特性 嗎 現在沒有啦 之後應該會有 因為我現在要整理一些車 我跟你講 我因為我說這個 地的問題 我很賭氣 所以我現在可能要 再 認真一點 再把一些 車拿出來清掉 可能會有一些代步車 好不好 請問小事有遇到在車上 把佛經當音樂方的客人嗎 有啊 我以前也分享過啊 以前 我認識過一個 他專門在網路上 賣自售的人 他就是 都去車上 買一些那種 KIG的車有沒有 我們所謂KIG的車 就是有一些狀況的嘛 不管是事故的啊 還是泡水 什麼不管嘛 他去收一些 這個車回來有沒有 然後他就這個 回來會裝點一下 這個車子啊 這真實的故事 這不是胡鬧 我在電視上也講過 比如說他買一台車回來 泡水車對不對 他整理整理 稍微整理好 然後他就在後面這個貼個 那個有沒有看過那個蓮花的貼紙 佛教那個蓮花貼紙粉紅色的有沒有 他就貼後擋風玻璃 然後車上就放佛經 然後他有一個那種小小的像燻香的那種爐 放在前面的中控台 然後燻一些檀香的味道 在車子裡面 然後他這個就po到網路po自售這樣 然後 看車他有時候心情 這個 演得大力一點他會穿袈衫 你跟他約看車他穿袈衫去給你看 你怎麼頭髮 戴髮修行 然後你問他這車沒有 這就是我們這個信徒 捐贈給我們廟裡面用的公務車 我們要處理這個車 他可能說他自己是這個 廟方的主委啦 或是主委的助理啊什麼有沒有 他就賣 我們 在這個做廟我們不能欺騙神明 這車子況很好什麼什麼的 然後你 當下你會被那個 氛圍 覺得說那這車應該不錯 因為裡面又有這個有貼這種 蓮花貼紙 裡面放 佛金 又有這個檀香 然後又有一個 像袈衫這樣 應該是不會開快車 車況應該不會多差 因為 不能說謊 會被神這個 懲罰嘛 你可能就買了 回去泡水 沒有啊你買回去就泡水車 就這樣啊 這個是事實有發生的 ROV4跟CX5哪個比較推喔 沒有看你要幹嘛 要帥的話 CX5比較帥啊 實用的話 我是覺得ROV4比較實用 而且我覺得未來應該會比較保值 直覺是這樣 但CX5其實 妥三綠還不錯啦 稍微比較不會覺得開了一台休旅車好像 你如果年紀輕一點 開ROV4覺得不適合 好像開爸爸的車出來 你如果開CX5的話感覺就 比較年輕一點 比較不像開家裡的車出來 一代馬三後輪共鳴 輪胎培零沒問題 那你是不是換到那個 比較噪音比較大的輪胎 如果換輪胎前沒有的話 因為我跟你講輪胎有差我跟大家分享 我之前講說我台A250 那時候A250我交車新車回來的時候我發現一件事 奇怪 明明就是歐洲車什麼輪胎四個輪子是登入譜的 你知道嗎 那就算了 然後那個共鳴聲真的很大聲 他是大聲到 我覺得說我買一台路是怎樣 後面的共鳴聲那麼大聲 後來我後來去換馬牌的 差好多 我從那個時候我以前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我對輪胎 不是很有研究 也不是很在意 因為我覺得我們沒開太快 基本上就是 排水性什麼差不多 這個價錢應該比起來都差不多是這樣 我就換了 那以前沒有那麼在意 可是那一次我真的覺得 幹一個輪胎為什麼 光一個輪胎換下去那個噪音聲差這麼多 真的差很多 前區後區市區開起來的感覺 其實我在一些試車影片裡面都有分享 其實 跟你上面講的其實有點類似 因為我跟你講 慢開的時候 其實感覺 不太大 所謂人家在講前區後區市區 開起來的差異性都是在開快的時候 你才會有感覺 那我例如 我講一個最簡單最淺顯的一種就是 你前輪又要當驅動 又要當轉向 你用頭腦去想像 他在往前帶 你又要逼他往左 在速度快的時候 那自然而然你會 打不過去 你知道嗎我有遇過這種打不過去 以前 我有買過一台 菲亞特的Ponto GT 1400cc渦輪的 手排的 他真的第一次讓我 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 什麼叫做推頭 就是 當他的 二檔我踩到底渦輪 遲滯完 一開始 在加速的時候 前面有一個不大的彎 真的那個彎真的不大 我第一次感覺到 我方盤 轉不過去 差一點去 路邊你知道嗎 因為他往前的那個馬力太強了 然後你輪胎轉不過去 你硬轉 真的很難轉得過去 然後後驅的話也是在快的時候你會感受到他這個 你的驅動輪在後面的時候 那自然當然你前面的輪胎可以打得比較 輕鬆一點 不會發生剛剛那種 轉不過去的感覺 然後你會覺得動力一直 持續從後面過來 所以這個在你彎道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怎麼會覺得屁股有一點點 會滑動的感覺 那市區就是緊緊的四個輪子貼著 就這樣 很簡單 後驅回轉半徑比較小沒有錯 因為他不需要當驅動輪的時候 自然而然他可以把他角度做得更大一點 在路上看到一些賓士在回轉的時候 你們注意看他的前輪 賓士回轉他前輪可以打得很死以外他會傾斜 所以他們的回轉半徑很小 有沒有 上面的聊天室都很厲害 CRV3那台 跟馬五 再兩個小孩跟家人 我會推薦哪台 我自己選好不好 我如果自己選的話我會買CRV3 那當然那也是我自己的選擇 因為 有時候我真的不知道第一個每個人喜好跟每個人的用途 跟每個人的 要求需求是什麼 所以 我覺得用我自己的 看法給你們做參考會比較好 對那我為什麼會選CRV3是因為我評估了 保值性空間 或者是因為我覺得你的人口不是太多 然後再來一個我覺得馬五的5加2 那個2除非你的小孩真的很小 要不然那個2基本上也不太有什麼太大的用處 只是說後面可以多塞兩個人不會被警察開罰單 其實CRV你要塞6個7個 可不可以 塞得下 可是違法會被開罰單 我通常那個後面那個2對我來講 沒有太大的作用 馬五的大燈不夠亮請問該如何解決 拋光啊或換新的啊 還是說你指的是大燈本身 燈泡本身不夠亮 燈泡本身不夠亮就是要換更亮的燈泡 那因為你車也舊你不能換LED 驗車會有問題 你也不能換HID驗車會有問題 那當然外面有些廠商會幫你改 所以你平常你可以用LED或HID 然後他有一個開關 一按就切換成乳素燈泡 就可以驗車 外面有這種廠家幫人家做 小師哥當初選在禮拜三直播是什麼原因 也沒有特別的原因啊 就剛好這個禮拜天一休息完禮拜一憂鬱症 禮拜二處理一下事情禮拜三開直播囉 開完直播再辛苦兩天又放假囉 就是這樣的嘛 渡輪池是什麼物理改善 物理喔 那個基本上 不太有改善的問題 因為如果說渡輪池這個問題有辦法物理上面改善 其實 車廠新車出來他就會改善 所以你才會發現比如說之前會有一些車有一些雙渦輪的 為什麼因為他一個大顆的一個小顆的 就是在補足這個問題嘛 另外一些他會用這個低速 的時候機械增壓高速渦輪增壓嘛 之類的嘛 所以我倒覺得說所謂物理改善很難啊 很簡單 你雷壓越換越小 渡輪池池就越小 但是這不是一個正確的處理方式嘛 所以 其實在研究這個問題的同時 其實你要記得 當初新車在出廠的時候 他們已經很盡量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 應該是沒有那麼好解決 偏時點火也是 有人講偏時點火 可是偏時點火其實很傷車子 所以其實你要不要比賽啊 應該是要 Colplus新年份的二手價跟舊款的卻差不多 我覺得Colplus也沒有差不多啦 在某一個因為他本來就是會有一個交叉點啊 例如說 13年跟14年那個交界點的時候他們的價錢會很相近 這很合理啊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你13年Colplus如果等級是高一點的 比如說是EO的 或者是他當時有些電尾門版本的 那他的價錢可能會直逼新款14年的 低階的價錢嘛 所以你會看起來覺得差不多 事實上你要看配備差異啊你不能這樣看 你懂我意思嗎 很多車在 改款前後銜接的時候 你例如說這個 你2018年的Focus3.5代 最頂級的當初新車是 89萬的 你現在在買還要60萬左右 那你2019年差一年是不是改成4代的Focus 那你去買他最陽春的美夢成真 有的沒有的 你可能兩個價錢差不多 差不到哪裡去 所以你就可以選你要去買這個 4代新款低階的 還是要買3.5代的 舊款高階的 這就是一個選擇 所以 新舊年份交疊的時候其實 很容易發生這種狀況 再來一個就是因為Corpus本身單價就不高 他新車也不就50幾萬的車子而已 所以到了二手車價已經折到很便宜 大家都大概20幾萬 所以20幾萬你就會覺得好像差不多 然後他一年可能 了不起差1、2萬而已 又多一年又差1、2萬而已 雖然他的差距本來就會很小 高亮度的乳素 溫度對燈殼反光面滿上 那沒有辦法 對啊 有一好沒兩好啊 有一好沒兩好啊 因為你改LED溫度比較低但是 不合法你的車本來就沒有 對不對那你要用乳素的又怕不夠亮 對不對那你看是要這個眼睛看得到比較重要 還是燈殼會傷到比較重要 這自己就要評估一下 可以叫阿呆一起來直播 有啊以後會員頻道 我要叫阿呆直播一天 泰山直播一天 柯P直播一天 你看一個禮拜就 4天可以看到小事了 小事的這個 直播有沒有 我一天嘛 泰山一天 阿呆一天 柯P一天 就4天了我跟你講 每天都讓你們有小事頻道看 這麼多人才會給我啦 對 贊助商 Notorious 不是館長變成之後這個是我跟大家講一下 對對對最後這個宣傳一下這個館長的神奇思汗 的品牌 大家支持一下因為 館長從那一次 直播完 訪談完之後其實寄了很多是試用品 衣服也好 水什麼給我們 那其實我都有試過東西真的蠻棒 因為也不好意思說 一直收人家的東西 而且東西都不錯 麵啊 牛肉麵 他牛肉麵真的讚 我講認真的 這個沒有收錢 我覺得這是大家這個 認識就算朋友 他也沒有 花錢請我幫他 宣傳 可是因為我自己拿了他一些東西來試用 那我覺得還不錯 我就跟大家分享推薦一下 如果只想看車只有臉書的清單 對還有我們官網上面的清單 我們官網就是這個 sscar sscar.com.tw 就是我們的 官網 OK謝謝大家 那就下週見 拜拜 好啦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再見